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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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京大轰炸 而那些画着太阳旗图案的飞机 其实是美军B-25轰炸机 它的机灰还是开战初期蓝底白星中间红圆图案 远看非常容易与日军太阳旗图案的机灰混淆 为何在二战初期隔岸关火的美国突然被卷入了战火的风暴中心 为何在竞选时明确声明不参与外国战争的罗斯福总统 此时发表卓会演讲 这一切源于四个月前的珍珠港事件 1941年的12月7日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航母机动部队 六艘大型航空母舰 先后起飞了两个攻击波354架次的飞机 突袭了美国的珍珠港 珍珠港事件震惊了世界 更震惊了美国 八艘战略舰全部被击沉重创在自己的母港之内 1941年12月8号 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美国正式对日宣战 按照罗斯福的说法 珍珠港事件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美国人一定要用最解气的方式把它彻底抹掉 而最解气的方式无疑就是以牙怀牙 以血怀牙 直接对日本本土乃至日本的首都东京 发起反击性的报复空袭 美国陆海军的高级将领们颇为惆怅 因为他们面对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就是用什么才能够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空袭 陆军航空队虽然拥有航程巨大的陆基远程轰炸机 但是由于关岛威克岛 这些能够构到日本本土的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前进基地 在开战之处都被日本军队迅速夺战 因而缺乏能够直接轰炸到日本本土的出发基地 陆军航空兵不行 海军呢 海军的航空母舰虽然作为一个移动的机场 可以尽可能的靠近日本 但是由于舰载机的作战半径有限 要想对日本本土发起空袭 航母就必须靠近到距离日本本土很近的地方 而这无疑于送死 当时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作战半径小 航空母舰必须使进日本本土才能进行空袭 但问题是日军在距本土800公里 就由警戒船只遂行全国任务 要想争取袭击的突然性 就必须在880公里外起飞飞机 这样一来往返航程将达到1760公里 没有一种舰载机 只有这样大的航程 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空袭东京作战方案的实施 直到有一天 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 听到一位作战参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用航母搭载陆军航空兵的双发轰炸机 运送到日本本土附近 从远离日本海岸的地方起飞 轰炸日本本土后 不再返回航空母舰 而是直接飞往中国着陆 对此设想 金上将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经过一系列慎重的挑选 从航程 载弹量 飞机起飞距离和尺寸 是否适合航母甲板等因素综合考虑 航程达到1932公里 有万能轰炸机 美裕的北美公司B25米歇尔型轰炸机 被军方选中 同美国大黄蜂号航母 共同执行轰炸东京的任务 B25最终赢得了1939年中型轰炸机的合同 美军订购了184架 将它们赋予B25的编号 此后B25主要由美国陆军航空兵和海军配备 以对付太平洋上的日本陆军 很快挑选参加空袭东京行动的机组人员的工作 开始进行 最终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王台飞行员之一 当时世界上多项飞行记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 杜利特中校 成为此次空袭行动空中指挥官的最佳人选 接受了任命的杜利特中校 立即着手选拔参战队员 按照准备 用来轰炸东京的是16架B25轰炸机 每架配备五名机组人员 杜利特从美国陆军的数千名飞行员中精心选出了80人 组成了著名的杜利特赶起队 开始在美国本土的西海岸进行严格的临战训练 把陆军的重型轰炸机翻到甲板面积非常有限的航空母舰上去 还要在上面完成顺利起飞的训练 这在人类的海战史空战史上 都是一项从未有过的难度极大的实验 与此同时 杜利特和航空工程师研究发动机 摸索以最小耗油获得最大航程的办法 并在飞机制造厂商的帮助下 重新调节了气化器 使之能适应低速远程飞行 其他改装还包括在机翼前端和机尾安装除兵器 为了减少重量 拆下了无线电发爆机和大部分照明弹 在机尾安装了摄影机 此后24个机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陆地跑道上标出的模拟飞行甲板上 演练短距起飞滑跑 经过几个月近乎于严酷的训练 杜利特赶紫队所有机组的正副驾驶员 都能够在大黄蜂号航空母舰非常短的跑道上 完成陆军重型轰炸机的起飞 1942年4月2日的旧金山阿拉米达海军基地 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在这16架经过改装的B25型轰炸机驶离旧金山 此次攻击东京的作战计划时 特混舰队于4月19日夜间 行驶至距日本海岸约830公里处 杜利特率领的机群即刻起飞 前往轰炸东京等地 然后直接飞往中国沿海机场降落 4月16日在大黄蜂号甲板上 杜利特在一枚准备装在B25轰炸机的227千克炸弹上 系上了战前日本授与他的勋章 他们将伴随着美军的炸弹去震撼天皇的宝座 然而计划很快被打乱 就在4月18日清晨 被日本海军征用的渔船 日东完23号发现了美国舰队的行踪 哈尔西海军中将断然下令 B25轰炸机群立即起飞 此时特混舰队距离日本海岸上有1237公里之遥 提前放飞轰炸机对于每一家轮都计算好的燃油 是巨大的考验 而且也意味着轰炸机组将不得不在白天 没有一架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 轰炸日本人图 这无疑是一趟有去无回的赶死之旅 16架第25轰炸机越过太平洋的波涛 向东京进发 为了节油和隐蔽 他们采取了低速的超低空飞机 三个小时后 他们在一层淡淡的薄雾里发现了日本海岸 下脚在这时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座机 从B25透明的机头上空与他们擦肩而过 双方一旦被发 12时30分 杜利特率领战死队顺利到达目标上空 史无前例的东京空袭站开始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提前起飞 无法返航的美国轰炸机 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敬请收看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 空战传奇与三体 空中堡垒 空袭东京的整个过程 总共一时仅30秒 除日本首都东京以外 明古屋 大阪 神户等大城市的飞机制造厂 坦克制造厂 钢铁厂 炼油厂 船务 军需仓库等目标 都不同程度的遭到轰炸 但是 由于B-25的提前起飞 使得这次轰炸的飞行距离 超过了飞机的最大航程 致使飞往中国着陆的计划 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最终 除了一架迫降在海深外 另外15架飞机都破降在了中国大陆内地和沿海地区日战区 到达中国时燃料耗尽 又没有地面照明和导航 而且还是夜间 15架飞机都在浙江省方圆480平方千米半辈里 或破降或契机跳伞 这次行动中 美国飞行员有五人阵亡 八人被护 七十余人 经过中国军民的奋力营救生还 作为美国第一种成功的战略轰炸机的型号 B-17拥有13艇重机枪 并且以韧性十足文明 被称为轰炸机中的凯迪拉克 常常在受到重创之后 仍能平安返回机场 有名副其实的飞行堡垒之称 二战中B-17轰炸机主要用于欧洲战场 从1942年夏季开始 逐步成为盟军空军对德实施战略空袭的主力轰炸机 其中最著名的B-17飞行堡垒孟菲斯美女号 因为成功执行多次飞越德国境内 在白天轰炸德国工业目标的任务而声明打造 而在他们之后出现的这架B系列轰炸机 则将书写现代战争史上最醒目的一页 它参与摧毁了一座城市 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快了二战的结束 接下来的这一页即将震撼世界 1945年8月的一天 在天宁岛空军基地的一个偏远的角落 一架B-29轰炸机的机组人员 和这个基地其他数百位人员一样 开始了新的一天 但这却是与众不停的一天 1944年6月15日 从中国成都起飞的63架美国超级空中堡垒B-29重型空炸机 轰炸了日本九州八方钢铁工的中心 这是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军远程战略轰炸机 B-29型超级空攻堡垒首次轰炸日 此后美军第20航空队的B-29轰炸机 不断从印度和中国内地的基地起飞 对日军基地和日本国内的目标进行轰炸 在太平洋战争中 随着日军的节节败会 塞班岛和关岛相继被美军占领 1944年11月24日 B-29轰炸机从塞班起飞 开始对东京进行轰炸 这次共出动了110架B-29轰炸机 取得了令美军满意的效果 拥有了B-29这样的工具 美国空军的李梅将军甚至激动地宣称 我们要把日本炸回到石器时代 然而随着这些超级空中堡垒在日本的战果累累 日本全境也不可避免地将继陷进了悲惨的地狱之中 天宁岛以北2736公里的广岛 尽管战争已经进行了四年 但这里依然是一个平静的城市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 偶尔会有一架B-29轰炸机飞越城市的上空 再往北飞去 但是B先生今天并没有来过 B先生是日本人对B-29的称呼 而广岛的人们发现 即便B先生来了 也从来没有扔过炸弹 B-29轰炸机作为波音公司研制的另一杰出成果 它比B-17和B-24轰炸机都大得多 比B-17轰炸机大一倍 炸弹装载量也多一倍 最大速度高达每小时640公里 虽然从现代眼光看来 这种飞机并没有更多的新奇之处 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划时代的研制成果 为了实现在一万米高空上飞行 除了炸弹舱之外 B-29的所有座舱都是密封加压舱室 狭小的座舱为B-29轰炸机 超级大的炸弹舱尺寸腾出了空间 可以说B-29轰炸机的设计思想 十分明确 为了多装大战 不惜牺牲机身设计的其他功能 B-29研制于二战的最激烈时期 一切为战争服务的思想深入于心 所以机身设计凝聚了 同时代人的各种优秀方案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从越南到哥索沃再到伊拉克 怎样的战机能驰骋将场一个世纪 敬请收看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 空战传奇第三集 空中堡垒 就在整整24小时以后 一架B-29超级堡垒轰炸机 将从天宁岛起飞 到达太平洋上 日本广岛上空 投放一颗 以往的任何战争中 都没有使用过的炸弹 一颗永远改变世界的炸弹 B-29轰炸机装用了四台活塞式发动机 动力充足 速度高 每台发动机成年的炸弹重量 都是当时的新世界纪录 并能飞越太平洋 直接轰炸日本本土 无论从哪方面讲 B-29的设计 都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样板 尽管研制过程历经波折 但这种动力充足的轰炸机 却无疑是战场上 令人闻风丧胆的猛情 在1945年3月10日 334架B-29轰炸机 三次轰炸东京时 累计轰炸达1000架次以上 仅东京地区就有33万人被炸死 47万人故伤 据统计 东京地区被B-29轰炸机炸死的人数 约为太平洋战争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 当天宁岛消失在黑暗中 这架被命名为埃诺拉盖的通炸机 带着一枚可能是迄今为止 人类发明的最恐怖的东西 爬上了4700英尺的高度 往北西十五公里广岛沐浴在阳光中 这是一个完美的晴朗的夏日的早晨 尽管拉响了预备警报 但习惯了B-29轰炸机轰炎经过的居民们 完全没有感到任何异压 1945年8月6日8点15分 没有受到高射炮和战斗机的阻拦 埃诺拉盖号到达了日本海岸 机组人员各就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29轰炸机 埃诺拉盖号向广岛投下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 那枚震惊世界的小男孩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三天后 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 夺走了八万人的生命 8月15日 埃诺拉盖号执行广岛任务后的第八天 日本宣布投降 B-29和小男孩一起 在太平洋上空书写了改变世界的敌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 B-29战略轰炸机出现之前 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 美日两国相隔着浩瀚的太平洋 两国的战争只能通过长期的海上消耗战 最终才能见高低分胜负 而B-29这种拥有着巨大航程的重型战略轰炸机出现之后 改变了这一格局 它可以跨越数千公里 直接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攻击 不仅可以打击日本的军事力量 甚至可以直接摧毁日本的整个战争潜力 乃至所有的基础设施 因此在最终迫使日本投降的多种因素之中 B-29所实施的战略攻击 应该说是非常有力的砝码之一 1954年5月9日 魏国战争胜利九周年纪念日 红场阅兵按照惯例举行 坐在官吏台上的 还有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查尔斯泰勒 这时一种驿站长达四十米的巨型轰炸机 在米格17战斗机的护航下掠过红场上空 苏联民众群情振奋 这是苏联自己的喷气式战略轰炸机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 编队一个接一个似乎远如止境 正儿欲聋的声浪淹没了整个红场 查尔斯泰勒发现 在苏联人的这些喷气式战略轰炸机旁边 护航的米格17战斗机的形态 竟然小如清平 他顿时意识到 他看到的是数百架先进的喷气式战略轰炸机 一支足以摧毁欧洲攻击美国的战略空军 结束 他便火速向五角大楼报告 这个爆炸性的情报 很快震惊了五角大楼和白宫 1949年 苏联打破了美国核讹炸的局面 但在核武器载具上一直落后于美国 而这场红场阅兵的惊人景象 让美国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核弹威胁 美国人认为 美苏之间出现了事实上的轰炸机差距 五角大楼立即启动了所有的情报侦查手段 情报表明 飞越红场的是米亚贝舍夫设计局研制的M4野牛战略轰炸机 为了弥补轰炸机差距 美国人很快就有了发展新型战略轰炸机的借口 B-52红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 作为野牛鸡群的制衡力量 迅速出现在美军序列中 但让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 B-52的对手纯粹是死虚乌有 野牛确实研制出来了 但数量不多 阅兵士飞越红场时 他们不断变换队型 反复飞过红场上空 制造了飞机满天的假象 不过 这场虚张声势的表演 确实加速了 这架传奇的战略轰炸机的研发 1952年 美国波音公司的机场 这架编号为490213的YB-52原型机 正在准备首次升空 当时的人们也许不会想到 这架巨型轰炸机 半个多世纪以后 还能驰骋僵长 诞生于冷战时代的B-52 被称为同温层堡垒的新型战略轰炸机 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 B-52最大的航程可以达到16000公里 16000公里是什么概念 16000公里的航程 就标志着B-52战略轰炸机 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 几乎可以把我们这个星图上 任何一个地方纳入它的打击半径之内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从盘山起步到搏击长空 米格战机如何一步步迈入世界最优秀战机的行列 敬请收看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 而B-52轰炸机的绝佳航程 在空中加油发明之后 更是变得无止境 另外 B-52有着惊人的飞行高度 它的八具引擎 能载满炸弹 完成飞行上万千米的任务 它是航空史上的巨人 其动力 航程和载重量 使它成为出类拔萃的机种 服役之初 它的任务就是在地球的同温层巡航 冷战时期 它给美国人的是一种安全感 因为它的肚子里装的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 核弹 然而 用来携带核弹的B-52 并没有真正执行过核打击的任务 而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找到了战场 1965年3月 美国开始实施计划已久的滚煤行动 向越南派出了大量舰支和轰炸机 全面介入越南战争 一时间阴云笼罩越南上风 1965年6月18号 27架B-52从关岛起飞 B-52轰炸机首次出现在越南北方 就让全世界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地毯式轰炸 B-52战略轰炸机的代弹量达到27吨 27吨 那相当于一架小飞机的重量 那不是27吨土豆 那是27吨扔下来可以要人命的炸弹 所以你看为什么它讲B-52这种轰炸 为什么叫地毯式的轰炸 它的炸弹扔下来 如果是全部弹药一次性的投放 随着这个飞机不断的往前飞 这个常规炸弹航弹扔下来的话 在地面上这个炸弹引起的这个冲击波 这个弹幕 就像被整个地面被掀起来的一个地毯一样掀过去 1972年12月 越南战争后期 美国空军B-52战略轰炸机开始大显神威 对越南首都河内重要港口海防附近地区进行航空滥炸 成为美军战略航空兵自二战结束以来 在现代战争中最大规模最密集的战斗使用 同时B-52也是人类战争史上 第一架被直接用来打战术目标的战略轰炸机 这也是B-52从设计时就注意到 可用于战略空袭 又可对局部地区做常规精确投弹的 作战功能的良好体现 B-52的强大威力 无疑使得越南北方承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封炸 能携带二十几吨炸弹的B-52 在越南战争期间出动了十二万六千座架次 从机库里扔出了二百五十万吨炸弹 据一项对美军在越南战场投入的 各种作战飞机的统计 B-52战略轰炸机出动的架次 只占美军出动总架次的大约十分之一 但是它的投弹量达到了美军整个投弹量的将近一半 美军在越南战场一共投弹七百五十万吨 相当于整个二战投弹量的三点四倍 其中一半都来自于B-52 在越南战争之后 九十年代成为了B-52轰炸机使用的点胜时期 从海湾战争 科索沃战争 再到伊拉克战争 我们都可以见到B-52庞大的身影 在越战结束后的第十九个年头 年近半百的B-52从印度洋 迪格加西亚岛军事基地起飞 奔赴四千公里外的伊拉克战场 这一次它投掷的是极数炸弹 2003年3月 伊拉克战争再次现身的B-52 又变身成了发射巡航导弹等防区外武器的平台 在美国对伊拉克施展沙漠风暴作战行动期间 B-52轰炸机再次上海 展现逃卫检测的务力 他们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基地起飞 执行迷来航程最远的轰炸任务 来回送航程超过2.2万公里 耗时约三十五个小时 截至今年 宝岛未老的B-52不意届满六十年 却仍未准备工程深退 据报道 2003年前被部署到关岛的B-52 将坚守岗位到2050年